如果你在米兰街头漫步 可能会在一座小区温馨的中心公园 碰到一对健身的夫妻 他们免把腾一般可爱的女儿在秋千上摇晃着双腿 或是在运河旁中古籍时 遇到沉迷于欧洲小工艺品的可爱面孔 混在一群把头发盘成鲁马假日 李奥戴利赫本模样的女孩子中 亦或是在超市里购买当地的食材 准备返回居住的民宿 和家人一起准备一顿晚餐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这样问刘更宏 他可能会回答你 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对于刘更宏来讲 这样进入室的旅行可以说是奢侈品的 然而这一切却真实的在发生着 刘更宏与妻子已经走过了18个年月 在被问到如何将感情保温的时候 他说我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 都是要在困难和问题中去解决才能升温的 我们俩之间会经常倾诉 会分享生活中的小矛盾 是你们俩更加了解对方的基石 是你们更加爱彼此的机会 未来才会催不可破 他讲到住民宿与住酒店的不同 我们这次特意建议说能不能住在民宿里 很多朋友出国都会选择Airbnb预定房子 这样可以自己做早午饭 在国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感觉 想必无论工作在忙 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他说来到意大利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这里的男士无论年纪多大 都会穿得很有个性 时长和年纪无关 已经育有三个儿女的他平常作为健身达人 活力和健康的生活 是他一直所保持的 分享的健身秘诀 就是要保持心情愉快 看看球赛 运动比赛 心情变好了之后 也会想跟着他们动起来 他还叮嘱健身新人们 不要好高骛远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循序渐进实现目标 一讲到孩子 对健身有着坚持 甚至有些偏食的 这位硬汉就变得柔软起来 被问到下次会不会带小泡芙 都哥哥和妹妹出来一起玩的时候 他笑着肯定道 这次带了小泡芙来意大利 下次可能就会带哥哥去海边 带妹妹去哪个大都市 其实他们三个小孩一起玩 才是最好玩的 他们三个小孩可以一起玩到一起去 对于凝聚这个家庭 如何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体验和成长 他似乎有着一些清晰的设想 我们也采访了小泡芙 他开玩笑道 枕头很舒服 后又追加了对于这里公园的喜爱 公园里面有游乐园 可以坐小火车 很好玩 他喜欢吃柠檬味和椰子味的家 都喜欢酸酸的口味 在国内也少有的冰淇淋口味 带给他的是弥漫在整座城市的新鲜感 小泡芙给哥哥和妹妹都选了伴手礼 给他们都带了玩具 我们可以一起玩cosplay的游戏 正如爸爸刘更宏说的 三个小孩在一起玩真的有很多花样 在米兰这个艺术之都 当然少不了去各大名作的安置的朝上 刘更宏一家在圣玛利亚 感恩教堂修道院昏暗的陈列厅驻足 看纳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 最后的晚餐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 一起沉浸在这一块是剧作 展现的古老故事中 意大利是终极梦中情人 美貌无与伦比 知识丰富渊博 在厨房里也很有一手 他永远激发你的灵感 天生就懂得调情的艺术 让你的甜蜜又酸楚的说完再见后 依然久久念念不忘 相信这样简单 只扑得在这个极建筑、时装、艺术、歌语 足球为大城的城市里度过的悠长假期 会成为刘更宏一家迷足珍贵的回忆 总监制、总制片同成月制片主任赵文斐 特别出镜刘更宏、王婉飞VIVI 刘宇福小炮服摄影师张伯然艺人装发 组成成ONTIME 视频拍摄富有撰文 记录拿索给艺人经济 陈晓乐艺人商务王学的艺人 可做艾森斯文化传媒造型服装 国旗服装统筹 杨明远服装助理热热意大利制片统筹 赵琛聚过娱乐 意大利执行制片张可欣 秦多多意大利驻足支持 Airbnb意大利用车司机逗赵 025家亲熟男 大众情人图见中产阶级的水疗和老大爷炮 早有什么区别 抖音12秒破百万 王瑞林如何再到美猴王 发难搜索 回复 你感兴趣的观到词衬衫 女朋友 大头 身材 帽子 牛仔裤 福利等待你的关键词 我感兴趣的观看